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今天3月18日 預告自己在21日就會被拘捕, 呼籲支持者去做一個抗議。 美國媒體比較早前有報導, 特朗普下星期或者是會因為 涉嫌向成人片女星被暗口廢一案起訴。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發文, 遙遙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兼美國前總統 會在下星期二被捕, 叫大家抗議將國家拿回來。 但他沒有說自己是因什麼事被捕, 但美國的全國廣播公司NBC 17日引述有5名匿名官員的說法, 特朗普涉嫌向成人片女星克里福特支付 暗口廢一案或者被起訴。 執法部門現在展開安全評估, 商討在曼哈頓刑事法院制定保安計劃。 而美國媒體17日亦引述消息, 說特勤局會負責護送特朗普入法院, 以及決定會不會和他上手扣。 而特朗普前律師聲稱, 2016年曾經為特朗普向成人片女星支付13萬日美金, 要求他對自己2006年曾經與特朗普發生婚外情這件事封口, 就不想影響總統大選的選情, 但這件事特朗普一直都是否認指控的。 這個時間點在這裏搞這件事的話, 應該都是不想他走出來去選多次美國總統的啦。 他自己都知道, 立個星期二應該是會被捕的啦。 到底他這單的官司會搞多久呢? 會不會影響到他之後參選美國總統呢? 那我們就看看之後如何發展啦。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